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到一名派Q&A第25集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關於穿粉的問題 那如果各位對穿粉還沒什麼概念的話呢 可以看一下左上方的資訊欄 像之前有做一個關於穿粉的一些可能的狀況 先把它弄懂以後再聽這一集 那這一集跟大家聊的是 如果我穿粉了 我有辦法去補救它 那穿粉其實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就是你的咖啡粉 它的支撐力不夠了 你水一給下去它就流掉 那原因可能是因為你的咖啡豆 很淺啊 或是你咖啡豆磨得太粗啊 或是說呢你在之前的沖煮過程之中呢 你就已經讓水到 過分通暢了 所以你的粉的間隙呢 就稍微寬了一點點 水一下去就流不住了 這種狀況通常都會引起你的風味呢 會不足的欠響 會喝起來薄薄的啊 或是很酸啊 有香氣沒有味道等等的 都會發生了 那這個時候如果 我沖到一半 完蛋了 感覺起來我好像已經穿粉了 那我該怎麼救呢 好希望告訴你 正常來說呢 你穿粉的前半段的味道呢 你的香氣跟蒜汁可能還是會保存的 那你的後半段 甜度的部分啊 巴黎部分 可能就會比較少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比較快的 解決方案呢 就是 你先斷水 譬如說我沖到一百多的時候 發現我流速 殺不住車了 瘋狂流掉 會先斷水 那我可能還剩下150cc啊 或是剩下180cc 但是斷水完的時候呢 讓我的粉塵 徹底的流到 乾掉 為什麼呢 因為當 我的粉塵呢 原本是有水的狀況 全部流乾的時候呢 你的粉跟粉之間的間隙呢 會重新 排列 變得比較扎實 比較扎實的情況之下呢 我在第二次的給水 就有可能 讓我粉跟粉之間的距離呢 不會 馬上讓水穿過去 就可以減少你 穿粉的現象 當然啦 這個伴隨著 一定的風險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很紮實 有沒有可能說 導致於我的水穿不過去 會有過脆問題 也是會有 但是至少說 可以試試看嘛 反正你已經死馬當活馬醫了 試試看如果我稍微讓我的粉塵 夯實一點 讓他的排列變緊密一點的時候呢 我給水 會不會說 他就可以流速變比較慢 那至於說我要用什麼方法給水呢 其實需要比較建議的方法就是 OK讓他全部流乾的時候呢 正中心點 水不要太大 正中心點慢慢給 給給給給 如果你發覺說 我的水是慢慢的 往上的 水位越來越高 代表說 可能上 你就沒有穿粉了 如果你給下去的時候 還是瘋狂的往下流 那基本上呢 可能就穿粉性 要真的太嚴重 你也沒辦法救了 如果你 如果你希望你的尾韻 補得更多的話呢 就當然可以 我第一次給 讓他往上淹了以後呢 然後讓他流完第二次 中間再斷一次水 就要舉個例子 幫助大家想像 好假設呢 你現在悶蒸 悶40cc OK 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你第一段給水下去的時候 發覺說你的水 瘋狂的往下流 流速非常非常快 煞不住車 你就判斷他是 穿粉現象嘛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 先斷水 譬如說在120cc的時候 就斷水 我目標如果是300cc的話 我後面就要180cc的水量 就可以來思考 我如果 很喜歡尾巴 我不喜歡 空空的 那我可以考慮說 先給90cc 等到水全部流乾的時候 給90cc 好希望他能夠 順利的 往上淹 OK然後呢 90cc流完以後 再給90cc 好讓他再淹起來 兩分兩次 這樣子尾巴基本上 就會很足量 那如果你覺得說 我穿粉現象沒有很嚴重 只是微微穿粉 那我只需要補一點點尾巴 那我的水 流完以後呢 後面的180cc 可以一次 順順的讓他 淹上來以後呢 讓他一次流掉 尾巴就不會 過多的霸底 那你就可能可以做調節囉 那以上的呢 這兩個方案呢 提供給大家來思考一下 如果你穿粉了怎麼辦呢 那我們影片到此結束囉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